去念佛 所以他能够念到一些不乱 是他妈妈帮他忙的 他妈妈不跺地狱 他就不会到功夫成平 他妈妈的工作在此地 所以他升天了 那么他自己呢 他自己成菩萨了 到底在此地 所以这个里头一点迷信都没有 不是佛菩萨帮助的 是自己帮助自己 佛罗门女自己帮助自己 但一行不乱 他的母亲因为他堕地狱 使他的女儿才这样发奋用功 这是一份福分 福分神套的天 这里都有道理 你明白之后一点迷信都没有 才想的真是和情和理和法 其实是实际上的殊胜成就不可思议 这个果得不可思议 你能勤进诸佛菩萨 基于神中 下面说 我言善法者 具体给我们说出什么是善法 先从果上讲 为人天生 你有善法 你才能得人生 你才能得天生 再往上去 身闻菩提 身闻菩提 身闻菩提是阿罗汉 身闻是 听佛经说法 而开悟 缘觉菩提 云觉菩提 菩提是觉 而独觉 独觉就是要批知佛 使过去修学佛法 但是没有开悟 那么佛跟我们说的 小成人 在三国成就之后 也就是 他能证得了阿罗汉 上面是阿罗汉 那么在证阿罗汉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没有佛 虽然没有佛 他还是能证阿罗汉 为什么 他的功夫已经达到了 达到这个程度 自己觉悟了 所以叫独觉 没有遇到老师 他也觉悟了 这个称为独觉菩提 无上菩提 这是佛陀 这个就说明了 这个善法是人天的根本 是声闻的根本 是独觉的根本 是菩萨的根本 是成佛的根本 借以此法 以为根本 而得成就 顾名善法 你说这个法多重要 如果我们把这个法 疏忽掉了 我们虽然修复 来生能不能得人生 这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把实现 业道修好 你来生才能得人生 要家伙优优独播剧场—— Jaw